以芊榮的這個事件呢 就是因為PO了阿帕契的關係 引起了軒然大波 但阿帕契呢 從2013年的下旬 我們收到了第一批之後 要知道現在我們擁有 全部的這個阿帕契的這個機隊 美國已經全部交機了 而且我們成為了全世界 就是只有美國之外 我們是第二個國家能夠擁有 這一台的AH-64E型的 這個阿帕契執政機的一個國家 所以這麼先進的一個高科技武器 拿到了之後 我們有變比較強嗎 好像沒有 反而是這一年多來 一直傳出拿到阿帕契之後 包括什麼零件有問題 要先停飛 還有能飛一飛那煉物 就空間迷航掉下去的 一直到現在變成玩具的 怎麼好像拿到這麼新的一個武器 好像都不是什麼好事情 小偉哥 也就是說今天陸航他問題 他可能已經不僅僅只是紀律不好 他其實甚至整個連飛行的 這個紀律都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現在 檢視整個這個過程 當然有些部分 剛剛雄偉你說的 有些部分是要規則 在我們這邊那個人員身上 有些部分可能是要規則在美方身上 例如說這個阿帕契剛開始 其實應該以這個飛機應該叫做Guardian 不能叫阿帕契 就是說這個Guardian這個直升機 叫AH-641 它交機的時候 一開始運到我們那個國內 剛開始還在整備的時候 結果來在有部分從台南龜人飛到那個桃園龍潭 因為他現在是要替換六棟腰鋁的攻擊營裡面 所有的AH-1W超級眼鏡蛇的攻擊直升機 那這個直升機呢 他當然全部編配在龍潭裡面 但是當初交機的時候 他是運到高雄港 然後先飛到那個龜人 在龜人做了一些必要的檢測以後 才從龜人飛到這個龍潭 那在飛焦之前跟飛焦之間 那時候美方就發現了 就是那個AH-64這個飛機 他其實你看 他這個照影片上 他飛機的發動機 是在飛機機外的 兩個那外面 前面有個進氣孔 但是這個你如何 要能夠從一個水平的力量 改變成你看 像那個懸翼 它是一個垂直的力量 它靠很多的減速齒輪等等 所以他在那個減速齒輪箱總成裡面 他有發現有一些齒輪 有一些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還停飛 然後接受美方的特檢跟更換新件以後 裝上去才把它移交過來 所以還是不是好好的送過來 還是有零件上的瑕疵就對了 對 那個當然 這個部分來講 有時候你通常是要使用過一段以後 突然在某一架飛機上 例如我今天我這個維修間隔 假設這個維修間隔是100小時 但是也就是說 在100小時之內 它應該是不會壞的 但結果沒想到 不到100小時 這個零件就出問題了 這就可能有問題 對 這就可能是設計或製造的瑕疵 這個時候就要做什麼 去檢查把這一整個批號 就是同一批生產的零件 通通檢查有沒有相同的問題 以後就換掉 那就不要客氣 但換來了以後來 當然沒多久 換來就重新開飛了 這個時候就開始訓練 其實也從這個地方 也就是要擾泳 那個老乃成 他在這個部隊中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我們今天假設我們有30架 阿帕奇直升機 然後我們未來可能需要 做艙筆等等算下去 我們假設需要50個飛行員的話 對不對 那對不起 你不可能把這50個人 通通送到國外去學嘛 沒有辦法 對 所以你要有部分的人去 然後部分的人 再回來交 對 再回來交 但是結果回來之後 沒有多久 你看它就發生了 就是8動8號機的墜毀 這個事件 8動8號機墜毀事件 一開始大家以為說是 這個飛行員空間迷向等等 最後美方調查 其實說真的也就是判斷 就是你人為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飛行紀律不好嘛 為什麼 飛行紀律不好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你要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沒有去正確的把狀況去處置 例如說 他飛到雲裡面 他居然開紅外線 你對飛行或對裝距 你有了解有認識的 你就知道在雲霧裡面 你這紅外線這個有效距離 會大幅縮減 因為雲是水汽 會因為水汽關係大幅縮減 結果就變成說 你本身就是裝備認識不清 而且他本身還不是一個新手 也是畢竟是從AH1W 要來換裝的一個換訓手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 陸航他本身這個飛行員 全部等於說 他這個整體的飛行員的 飛行的能力 他在某些地方來說 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阿帕去進來以後 甚至於最後還發生那架飛機 大家都說808號機 因為馬總統做過 所以是因為馬總統做過才怎樣 我個人認為是穿著附會 但的確從這地方 還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六東腰旅的飛行員 的確他們在飛行的紀律上面 還有很多要精進的地方 是讓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